Zither Harp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突如其来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舰在克赤海峡发生冲突 23名乌克兰船员和3艘船只被口 多名乌船员受伤 这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俄乌军队首次爆发面对面冲突 也是世界范围内近几年 卡舰的海上擦枪增火事件 冲突发生后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连夜召开 战时紧急内阁会议 26日乌宣布全国戒严 每期一个月 乌克兰军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 乌政府还向北约的欧盟联合国安理会全面求援 俄罗斯方面则猛烈抗击 乌克兰当局 为了明年的大选是一致造挑衅 联合国安理会将于当地时间26日紧急举行会议讨论此事 就在俄乌黑海冲突 陡然加剧的敏感时刻 美国空军侦察机飞往黑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6日引述乌克兰军事蒙古网站的消息称 美国空军侦察机RC-135V从希腊克里特岛上的索达安军事基地 起飞前往黑海领空 乌克兰军舰飞法越过俄罗斯边界 严重违反了国际海事法 我确信基辅政权的这一条线背后占着西方主子 最近几个月来 欧洲和美国政界人士对亚述海局势表示关注并非偶然 俄乌军队在克治海峡发生冲突之后 克里米亚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 在其脸书主页上这样写道 俄议员克里采为奇 26日对俄罗斯国家新闻网站 美国正为亲俄做准备 这些挑衅是一种准备措施 美国权 利加剧这一地区紧张局势 一边在乌进行军事部署 俄罗斯乌克兰新闻网题为 从条线到冲突的报道称 这一局势对美国最有利 首先它可以此为借口 加强在黑海的军事存在 并造成俄与北约的关系紧张 另外 基辅马上表示 呼吁对俄实施新制裁 这样就可以阻止俄电设 北溪二和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 从而迫使欧洲购买 美国昂贵的液化天然气 英国《卫报》特意在文典出 美国总统赫兰普 身为对赫治海峡冲突作出反应 这位美国总统26日发推文称 欧洲应该分担军事保护的费用 多年来 欧盟一直占美国贸易的便宜 同时却不通过北约履行 他们的军事承诺 这些必须尽快改变 乌克兰亲西方的波罗圣克政府 上台后拒绝俄罗斯 向西方和北约寻求贸易及保护 但很快俄罗斯人就提醒乌克兰人 俄罗斯的利益不能被忽视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6日报道称 很难想象克治海峡的冲突能很快解决 这是可能失控 并引发全面冲突的事件 但还不清楚乌克兰政府及其军方 是否或者有没有能力这么做 报道认为 乌克兰可以在乌东的俄罗斯支持的叛军增强攻势 反击莫斯科 但乌克兰的反击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领土损失 包括至关重要的港口 白与乌布尔 责任编辑 王川领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川领 DE 们的计划 使用 mini厨 stew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